水比水比 二比水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要看到的是由冷酸林冠军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起八面通 大家好 我是孟佳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依旧先跟各位来分享我们自己的身边事 那这件事呢 一定是很多的运动迷 足球迷 非常感兴趣和喜欢的 在3月23号2018年 世界杯亚洲预选赛12强 即将在我们星城长沙开打 那么近日呢 国足球员是已经陆续抵达长沙 开始做这个准备工作了 由于12强赛呢 现已经战霸五轮 国足目前的成绩是A组 两平三副击两分 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 能否在主场战胜韩国 将直接关起国足 是否还有出现的理论可能 那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呢 是在贺龙体育馆 肯定会有一定的交通管制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娱乐资讯 范冰冰肖像维权案胜诉 货赔15万元将全数捐赠 2016年5月 厦门杜狼文化传媒公司 在未经授权下 擅自篡改了使用范冰冰 参加某次活动的视频 时长共计11秒 视频中 该公司把背景墙文字 麦克风牌等地方 都改成了自己的名字 昨日范冰冰委托的律师事务所 通过微博公布了一审结果 范冰冰胜诉 货赔15万元 随后范冰冰工作室也在第一时间转发了此微博 并表达了范冰冰本人意愿 范冰冰决定将此次判决 所获得的相关赔偿 全数捐给爱里的心公益项目 据悉 爱里的心公益项目 是范冰冰与其工作室 及陈立志先生 于2010年8月共同发起的 针对贫困地区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救治公益项目 至今已坚持了8年时间 已筛查超过2万名孩子 成功手术救治 238名西藏阿里地区儿童 和4名全国其他贫困地区 先天性心脏病孩子 欧阳娜娜三岁广告被翻出 双手插腰 婴儿肥超可爱 欧阳娜娜作为新生代新星 一直以青春亮月的形象 博得不少人的喜欢 近日就有网友找到了欧阳娜娜 和妹妹欧阳妮妮 还有妈妈傅娟 一起在2003年给母洗衣业拍摄的广告 姐妹俩分别绑着马尾辫子 掀起被子哈哈大手的模样 也是相当的青涩可爱 欧阳娜娜自己看到这则广告 被三岁的自己给萌到了 还忍不住地转发微博 同时还有网友翻出了 她三岁时的正面照 欧阳娜娜自己也表示不可思议 惨 好莱坞巨星星篇记者会无人参加 啥也问 媒体呢 曾主演红幕坊 逃出克隆岛等影片的好莱坞巨星 伊万麦克格雷格 最近是遭遇极其尴尬的一面 新篇《猜火车2》的发布会现场 居然无人参加 说到20年前 伊万麦克格雷格 凭借猜火车一炮而红 如今续集归来 当然极其重视 就在近日全球巡回宣传来到纽约记者会时 却出现了很尴尬的一面 当天媒体记者席空无一人 有点傻眼的伊万麦克格雷格 忍不住在社交软件上晒照问 记者在哪里 照片中走廊末端摆放着电影海报 走廊上空空荡荡一排椅子 完全没有人使用 原来记者会当天 纽约正在刮大规模的暴雪 因此可能阻挡了媒体出席报道的意愿 而电影公司也被外媒指责并没有及时做好应变 导致一位45岁的资深演员白到现场等候 不过看到这么尴尬的场面 也意外地带动电影上映前的话题 先锋编辑正在报道 好的 娱乐开心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在下条新闻之前呢 想用两个这个形容词 来形容我们最近的天气 那就是春寒廖寒梅傲骨 说到这儿呢是非常的有意境 那接下来这件事呢 也是一个文化艺术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 湖南省文化厅 湖南省文联与中共永州市委 永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全国第四届草书展 以及一系列的交流活动 即将在本月底开幕 那么昨天呢 主办方就在长沙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向外界通报了这个书法界的盛会 决心呢 此次的草书展 共收到了书法作品 10707件 一共挑选了221副佳作展出 昨天下午 全国第四届草书展新闻通缉会 在长沙举行 宣布活动将于3月28号 在湖南永州开展 为了展示当代草书创作的艺术成就 激发草书创作热情 本届草书展从去年6月份征稿以来 共收到书法作品共1707件 其实草书在凯 行 立 转等字体中 书写难度算大的 一般人也很难认识 草书看似草帅 实则有严格的草法 一幅好的草书作品中 当具备四美 结构美 彰发美 木韵美和意境美 草字有不同的形态 稳重蹲时 开张游走 刚劲挺拔 扼挪非逸 通过笔画的粗细长短上下高低 字与字 行与行之间的 疏密得当 大小相宜 表现出顾盼友情 警神飞动 全神惯气的艺术效果 另外 蕴墨的灵活水墨线条的变化 加上作者创作融入的感情 体现出来的作品 会给观看者以视觉上的调节 把它写出来这个框以后 应该有个口 这是打点 来示意 示意什么呢 我这是军 如今 全国性的草书展 也已经举办到第四届 首次放在永州 因为湖南出过不少的书法大家 而永州又是中国 时刻书法艺术宝库 此次举办对发展繁荣湖南 永州乃至是胡乡文化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都具有重要作用 先锋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我们常说这字如其人 小时候练字的时候 老师就说 如果你这字写不好 别人以后看到你的字 肯定会觉得你这个人 长得就不好看 说实话 最近我一直都在练习书法 我发现每次写字的时候 就是自己最能静心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生活当中有点烦恼 不能静下心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练一练这种硬笔和软笔的书法 因为这种方式可能很快地 会让你整个人静下来 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节目 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夜夜销痕板块 其实我们都知道 每个美食店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 才能够让顾客留下来 甚至说成为你们的回头客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店 是一个西餐厅 老板曾经是长沙一中的老师 因为有着自己的梦想 就辞去了十几年老师这个职业 创业开启了餐厅 再加上自己还有音乐这个爱好 于是他就结合起来 开启了这家音乐系餐厅 里面不仅有歌手助唱 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轻松的民谣音乐 三五成群的好友 外加地道精致的西式餐点 这家位于白沙路 白沙京城的音乐系餐厅 让来到这里忙碌了一天的时刻 放下满身的疲惫 安然地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逸时光 像这种环境我觉得在 应该在中国都是像这个 北上广深这种地方才会有啊 没有想到在长沙会有 海鲜也好 龙虾也好 都是进口的 所以口感上感觉在 我跟在加拿大吃的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这道让这位加拿大籍食客 赞不绝口的法式菊龙虾 是这里的大厨杨波的拿手菜之一 曾经在北京的餐饮界 摸爬滚打十余年的杨波 认为做菜就如同做人一样 要厚道 这道菊龙虾选用的就是美国青龙 肉质细腻 清甜 青龙虾 青龙虾窄 因为它的个头的话 大概是在300克 大概就是我们的6点多左右 一个这个虾 因为这个虾的话 如果小了的话 我们这也没什么肉吃 挑选好材料 我们看着杨大厨用熟练的刀工 将大虾切开 放在铁板上煎制 听着龙虾滋滋作响 看着颜色油青倒红 闻着龙虾散发出的香气 就已经是一种享受 要把这个龙虾煎成这种金黄色 然后我们再 再倒水继续焖一下 最后用喷枪将大厨密制的蛋黄酱加温 锁住龙虾的香气 这道法式橘龙虾就算是完成了 除了龙虾之外 这类鲜嫩可口的火焰澳洲安格斯小牛排 纯香顺滑的奶油蘑菇汤 都是杨博的拿手菜 音乐席餐厅菜品固然重要 好歌当然也必不可少 在这里 每晚都会邀请到一些音乐人 来这里演出 当晚邀请的就是 长沙耀卢山乐队的主唱 吴登 他带来自己心爱的吉普森吉他 用着他略显沙哑 却不是雌性的嗓音 将我们代理都市的喧嚣 将美食音乐跨界搭配的想法 愿于这里的主理人邓昊 因为他对美食美酒 有着近乎执念追求的同时 他还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所以在他的餐厅里 音乐美食缺一不可 但是其实邓昊最令人意外的身份 是他曾经是一名长沙一中的老师 作为一个长沙四大名校的老师 为什么要去创业呢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嘛 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座 喜欢自由 爱好非常广泛 就是这么一个 在旁人看似冲动不理性的决定 在邓昊的心里 其实已经酝酿很久了 虽然12年的教师生涯 让他收获了很多很多 但是他还是决定 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在开店的前一两个月 我发现我每天在家里待的时间 只有六七个小时 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回家睡觉 起来以后就出来了 要办事 要来打理这个店 虽然创业的过程很苦很累 甚至有的时候 让他开始怀念起过去讲台的生涯 但是看到自己的小店 一步步成为自己满意的样子 他还是会心一笑 现在他就好像是一个 几个月的小孩 小baby一样 他以后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希望我能够和自己这个店 也有更多的可能性 是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来到这家店里的顾客们 也许正用着这片刻闲暇的休息 为自己更好的明天而蓄力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我觉得今天的推荐的建家店 不仅是让大家感受到了美食的力量 更是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 那就是老板呢 我想做就做 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做到最精 那我们的美食板块推出了以来呢 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和支持 在这儿呢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推荐一些好吃的 好玩的店子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731-8480-2300 或者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留言 继续呢 说回到娱乐圈 说起周冬雨 这个还在上学的女孩子啊 这些年可算是顺风顺水 去年呢 不仅是拼掉了范冰冰 成为了金马最佳女主角 这作品呢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由陈可欣金智 即将在4月28号上映的 爱情电影《喜欢你》 就是由她搭档金城武 两个相差20多岁的人来搭戏 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 刚凭借七月与安生 夺得最佳女演员奖的周冬雨 除了收获一票影迷 对其演技的肯定 更被七月与安生的监制 陈可欣 编剧许月珍再抛橄榄枝 搭档年龄相差20岁的前辈 金城武演出爱情喜剧《喜欢你》 昨日《喜欢你》终于召开发布会 金城武和周冬雨 这对新进的大叔萝莉CP 竟然以互怼的形式开场 大爆对方角色性格 春枪舌战之余 两人却对首次合作非常满意 金城武直夸 周冬雨的个性和演出方式都很特别 要哭 要笑 要到达那个情绪 它可以瞬间地进去我们的时空 因为我就会觉得蛮很厉害 很厉害 周冬雨则说 金城武的体力太好 原来因为场地的原因 金城武的拍摄工作 必须在36个小时内全部完成 熬了那么久的时候 你其实很困 那我其实熬到最后一个 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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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场 其实睡不着 哎呀 在电影《喜欢你》中 身份 生活 个性迥异的金城武和周冬雨 不仅联手演绎了一段 由美食展开的美味关系 更因互相抵触而催生莫名好感 使彼此完成一场最另类的告白 我到底啊 你就在哪儿 你那么烦我 干嘛来找我 我只是讨厌你的脑子 说话没逻辑 做事情欠调理 心情是犯糊 我就是干糊 家里站得上去 那就是说你喜欢我 对不对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没有办法达你的高度怎么办 但是你很特别 反正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 我也不太需要 这部少女心十足的爱情喜剧电影 喜欢你将在4月28号上映 周冬雨与金城武的大树龙里CP 你看好吗 先锋编辑正理报道 我看还不错 到底怎么样 4月28号电影院见分享 那最近呢 如果你跟别人聊天 如果有一种没有看三生三世 就是不能好好聊天的感觉了 不过呢 现在随着3月份到来 孩子们都要去上学了 古装偶像剧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回归现实 比方说行业剧 谍战剧和生活剧等等 是竞相上档 就在昨天呢 由文章和马依丽夫妇 携手主演的谍战剧 《剃刀边缘》 在上海举办了发布会 宣布即将开播 已经许久不见的文章 马依丽夫妇 今日再度携手通台 为夫妻档制作的谍战大剧 《剃刀边缘》宣传站台 这是二人 接电视剧《小爸爸》之后的 二次夫妻合作 文章再单导演职能 但马司令却放下了 总制片人身份 首次挑战谍战剧 专心做演员 却坦言压力更大了 反正我刚开始拍了 前二十天 我是受了五金 表演给我们 对我们所有人的要求 都是一世同志 就没有会特别地 关照色影级别的 在那一时代 反而对我们更加严格 该剧讲述的是 上世纪三十年代 东三省在日寇的铁蹄下沦陷 成为了所谓的满洲国 抗战形势分外严峻 而不少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为了抗战 依然隐姓埋名 奋战在敌后 文章扮演的围满警察 许从良 一边凭着出色的破案能力自保 一边在我党地下工作者 剃刀的指引下 一步步成为了一名 坚定的共产党员 并因此收获爱情的故事 在警察厅里 安插的内线 代号叫剃刀 那应该是条十层的大 剃刀就是许从良 剧中 马依丽饰演的观海丹 不仅是许从良的爱慕对象 更是身份成迷 性格多变的警察厅 刑事科科掌 对于这个百变的角色 文章表示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老婆马依丽 文章马依丽夫妻 携手共争谍战剧 不知道素来演技靠谱的两人 会带来什么样新的火花 3月20号 提到边缘给你答案 先锋编辑正理报道 好的 继续来为各位来推荐电影 备受大众喜欢的 小黄人系列电影 神偷奶爸第三部 即将在今年暑期上映 那么据说 这一次新片当中 增加两个非常有趣的角色 让影片的幽默搞笑 是加码升级 近日呢 影片曝光了全新预告 其中呢 正式揭晓了 其中一个新角色 那就是奶爸格鲁 和男生兄弟德鲁 依照以往的欢乐风格 迥视连篇 搞笑继续 近日 由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 原版人马 亲力打造的 神偷奶爸三 即将在今年 与观众见面 风靡全球的该系列主角 超能奶爸 格鲁和可爱的女儿们 以及猛感爆棚的 小黄人等经典角色 迅速回归 近日 片方发布的一支 全新预告片中 正式揭晓了本片 新出现的角色 格鲁的孪生兄弟 德鲁 而在这个亲兄弟的带领下 已经走上正途的格鲁 将重启坏蛋生涯 两人除了长相身材 一模一样之外 失业中的超级奶爸 格鲁处处被兄弟碾压 格鲁的坏蛋灵魂 似乎又有燃烧起来了 神通奶爸系列 自第一部齐 便在全球获得了 极大的关注和良好的口碑 同时收获无数拥顿 而该系列的前两部作品 至今仍凭借着超高票房 稳居最卖座动画电影的 排行榜前列 此次神通奶爸3 在延续系列故事背景的基础上 在角色和剧情上 都进行了全新的改变 据悉生通奶爸3 在配音阵容上 也将实现该系列 最大程度的回归 男主角格鲁和他的 双胞胎兄弟德鲁 均由史蒂夫·卡瑞尔 担任配音 经典角色小黄人的配音 将继续由皮埃尔科芬担任 本片全新的大反派 巴萨扎·布莱德 则由南方公园的主创元老 崔帕克担任配音 电影将于2017年6月30号 在北美上映 有望引进中国 先锋编辑正理报道 好的 在这儿呢 要特别的预告一下 由我们娱乐及先锋制作的 大型体验式旅游节目 青年的足迹 本周呢即将迎来 第三期节目的播出 那么前面两期呢 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先后呢带各位去到了 石轮观和云山书院 那本周呢 我们即将带各位去到的是 和书航故居和探河礼博物馆 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水杯水杯 二杯水杯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需要看到的是 由冷酸民快明播出的 娱乐尖风 娱乐虾饧八面汤 大家好 我是孟佳 在这里呢 要感谢南国立人 我们提供的美容支持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带各位听到的是 李克勤的一首新歌 但是这次呢 了不得了 因为这个MV是特别请来了 不老女神周慧明 赶紧看一看 明天而同一时间 咱们继续不接不散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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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